2019年最后一个周末 普京突然给唐普打了一个电话 要知道唐普上台已经三年了 这两个老冤家还只正式见过三次 每见一次面 美国政坛一片差评 于是更多只能打电话了 但2019年年底的这一次 是在一个特殊节点 一对特殊人物打的一个特殊的电话 打电话是12月29日 12月31日 就是普京接掌俄罗斯政权 整整20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个节骨眼打电话 按特朗普的做牌 不祝贺一下估计说不过去 考虑到美国政坛信实这种祝贺 属于政治不正确 不披露也是情理之中 两人私交不错 肢体语言更是藏不住 比如去年两人被逼到 只能公开场合眼神交流 外界还注意到 普京特意给特朗普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特朗普则轻轻拍了一下普京的背 按照俄方的说法 这个电话是普京主动提出的 主动提出 如果对方不答应 也打不起来 据报道 普京在电话中感谢特朗普 感谢美方通过特殊管道传递情报 帮助俄罗斯挫败了一次恐怖袭击 因为这个理由 普京拿起了电话 双方表示将继续双边合作 打击恐怖主义 俄罗斯方面一句话改过 双方讨论了 众多涉及双边利益问题 一聊小半天 但还似乎还要特意强调一下 我们的关系不太好 毕竟人言可畏 2019年年底的这次通话 还是传递出不少意味深长的信息 大致几点吧 第一 普京正在采取主动 第二 特朗普是真想教好普京 以往和普京谈心 特朗普多次明确说了 两人会谈到中国 在很多西方观察家看来 在特朗普上台前 拉拢俄罗斯对付中国 就是他既定的施政方针 只是普京未必会接招 美政坛更不会答应 毕竟在美国国内 仍对俄罗斯充满敌意 俄罗斯即使真心导向西方 也根本不可能被接受 如果再失去中国这个强原 俄罗斯无疑会面临危险的见地 就在前几天 中俄刚刚开通了一条天然气管道 合作还在全方面深化 当然特朗普肯定会各种诱惑 但特朗普不限出大理 普京也不会轻易松口 美国的内斗 又限制了特朗普的腾诺空间 对中国来说 特朗普和普京讨论全球大事 必然包括中国 这也说明了中国现在的分量和重要性 但美俄关系可能会正发生重大变化 这两个国家私下讨论中国 多少也有点特殊的味道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是一盘大旗 也不会是美俄和解那么简单 中国要有定理 但也必须小心 请